桃園縣龍馬棒壘球協會歲末連環網會年終擴大舉行 網會中除了頒發秋季聯賽優勝隊伍獎盃 還有舞蹈表演、趣味禁賽啤酒王及摩財等活動 桃園縣長秘書鍾信賢、平鎮市長陳萬德及謝章文議員也都歷臨一同歡樂 對於我們協會從剛開始七支草創的球隊 然後他現在成長到四十幾支 希望說我們聯盟是越來越茁壯、越來越大 也需要靠我們各位的領隊或各位的里堅士來做協助幫忙這樣 一個聯盟的成立從零到沒有到現在的茁壯 我們希望我們的球隊能夠代表我們桃園縣 甚至代表我們國家出去比賽戰 謝謝 我們希望我們人馬協會在這個里堅士 還有我們的義工幹部的這個支持 還有大家運作之下能夠在新的一年 能夠比去年更進步 讓我們學會正式能夠慢慢比賽 這個體育會 正常的這個縣市底下的體育會來辦理 來運作 然後配合政府的這個各項的福利措施 現在在桃園縣整個志工協會裡面 關於體育方面大概有兩千多個 但是實際上運作的話可能的話就是算得出來 但是我希望我們就是能夠越來越好 希望在新的這個兔年我們這個辦的各項活動 還有這個聯賽來夠正常的進行 然後那球有會有 在我們整個龍馬這個協會 長期來對於棒野球的推動 非常用心 讓大家全民一起來運動 是對於整個健康非常有益的一個活動 希望在繼續的來推動 聯盟給我們一個機會 讓我們參與 雖然說我們實力不是很堅強 但是我們有信心